大家好 歡迎回到本週的FONTERBO 好 我是各位最好的乳共投資顧問 POTO老師 沒想到幾年前 曾在網路上流行的一張迷因梗圖 如今卻成為牆內世界 真實發生的情況 牆內的文革風氣 目前升級到 光喝瓶水就乳滑了 今天被乳滑的对象是中国矿泉水品牌 农夫山泉 给各位学员3秒钟的时间 看看这瓶水 哪里乳滑了 看能不能发现乳滑点 如果这样你就能看出来 那恭喜你 你已经能够把粉红居点牢牢掌握住 但要是看不出来的话 Porto老师这边给个提示 粉红反日 记住这个提示我们换个角度再看一次 猜到了吗 没错 不少朋友们就是觉得 这样看农夫山泉的瓶盖 很像日本国旗 所以骂这瓶水乳滑 奋而出征农夫山泉 或许会有一些乳共之力比较浅的观众觉得 太扯了吧 真的是因为这样就乳滑吗 的确 我自己一开始啊 看这事件都有一点怀疑 墙内粉红反制行为已经如此失控了吗 还是在反串 但查完之后才知道 乳滑的世界没有不可能 真的是不应该怀疑啊 我深入了解完发现 除了刚提到的乳滑点之外 还有其他粉红认为他平身包装上画的山是腹刺山 以及红白配色被认为是比喻日本国旗 然后说平底反过来看 像日本国徽 平身上面设计的纹路 被说是日本古壁 是不是古壁见仁见智 但粉红绝对是傻壁 这些指控在我看来非常牵强 粉红就只差没说日本人也喝水 所以这瓶水也滷滑了 此外农夫山泉旗下的其他商品包装 也都被逢门之一昧日 这个经过生涉 它这个前面的照片 跟这个查派的这个查字 我总感觉哪里 看着像又感觉又不像的这个样子 可能说想多了吧 但是这个图的确实上是看着别人 而且那个你想插牌的这个下面这个牌 另外一个视角的经过生涉的视角 还有这个花瓣 你看这个花瓣这个样子 在上面这个 这什么都像是 这个有点像是 发现它的包装上写的是 日本的一个绿茶发展的故事 它里面装的是这个日本抹茶吗 或者说 单纯的只是想宣传日本的文化呢 农夫山泉老板在被出生前 其实也没有发表什么辱华言论 就只是单纯碰上粉红发病 被扣上昧日品牌 还被批辱华 不爱国 但偏偏这样的无脑言论 就是能在墙内引起共鸣 也因此中国近日先起了一波爱国抵制潮 粉红聚喝农夫山泉 说要喝就改喝另一家中国矿泉水品牌 哇哈哈 可以看到墙内微博不少相关抵制发言 从今以后喝水只喝哇哈哈 再也不买农夫山泉 反正未来喝水只喝哇哈哈 喝水只喝哇哈哈 喝饮料还是哇哈哈 最近喝水都只喝哇哈哈了 看到别的牌子总有点不舒服 还有许多小粉红跟风拍起影片来抵制 我今天把公司喝了个水 换成了那个哇哈哈的固定水 我们以后的话公司都会放到农夫山泉 记住了没有啊 记住了没有啊 那以后只喝什么 哇哈哈 喝哇 不要问了我的外国 水我只喝哇哈哈 你家吃饭就喝农夫山泉啊 白养郎的水这也能喝 我不喝这几个玩意啊 农夫山泉有点甜 我欠不住这 中国一戏之间变成了谁喝农夫山泉 谁就是不爱国 即便你是墙内的正常人 觉得这有啥好抵制的 光这样想 也会被粉红一起鄙视 你说吗 我说我就爱国 你这个卖这个日本东西 我跟你说我就抵制你 你知道吗 里有个日本东西啊 你说啊 那是不是啊 啊 那农夫山泉是不是啊 我怎么知道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搞到最后墙内的Seven超商 也不敢卖农夫山泉水了 怕被粉红出征都赶紧公告 即日起 停售农夫山泉水相关产品 店内可售来自所有国家的产品 但不会售卖中国企业 媚日行为的产品 其他墙内各地超商也接连下架 让客人进店就问 为什么还卖农夫矿泉水 我就跟客人解释 客人当时买了东西走的时候 跟我说 如果再卖农夫就不在你店里了 我现在把水全部都闪架了 但是不知道这些东西该怎么办 把这个农夫的全部撤下来 那你来看 你来看 过来一下 过来把下架 昨天晚上都没说过嘛 咱们所有门店的矿泉水没入 农夫们这些反制行为举止 真的令人叹为官子 也顺带一提 为何农夫们除了抵制农夫山泉之外 还要说要喝就喝哇哈哈 这起因得从哇哈哈创办人 中庆后 近日病逝说起 法理事后 墙内有不少网友发文悼念 因为哇哈哈品牌在中国经营很久 是许多中国网友的儿时回忆 本来发文悼念的事情 到这都还算正常 但后续却开始有小农 拿哇哈哈的竞争品牌 农夫山泉来做比较 为了方便大家了解故事 也补充一下 为什么偏偏是农夫山泉 被小农夫挑出来对比 原因是这两个中资品牌 早年有发生过一些恩怨情仇 像是打价格战 抢中国四战律 还有农夫山泉创办人 中闪闪 年轻时曾担任哇哈哈的代理商 但因为跨区贩售 被取消代理资格 结果离开后 就去创立农夫山泉来对打等等 这些竞争恩怨就不一一细讲了 只是让大家知道有这样一个背景 所以农夫山泉才被粉红挑出来比对 只不过从商业竞争 演变成粉红脑补出征 我想是农夫山泉老板 咒凤也没想到的 这部分我在查资料的时候 也有看到一些阴谋论 说是哇哈哈借由此事 来对农夫山泉发动商战 煽动粉红的爱国情怀 去攻击农夫山泉 结果粉红们非常吃这套 农夫山泉就这样被出征到爆 那实际上是不是这样 我想除非当事人承认 不然也没有人可以肯定 这部分观众朋友就当个参考 有一派这样的说法 总之可以确定的是 粉红们现在就是认为 哇哈哈这个品牌 对他们而言是爱国的 而农夫山泉包装被脑补媚日 所以不爱国因此出征他 当农夫山泉被扣上这顶 不爱国的帽子后 大批粉红对其进行文革批斗 连农夫山泉创办人的儿子 也被小粉查到是留美的 还有美国国籍 都被挖出来一起骂 其实他小孩留美这也很正常 墙内有钱的都会把自己小孩送出国 但不少小粉 长期接受共党洗脑 是接受不了这些的 吃到后只会更不爽 最终导致小粉 连中资的农夫山泉 都出征的乳华盛况 真的是疯起来 连自己人都乳 中国人不愧钻打中国人 这边也恭喜农夫山泉 加入了被乳华大家庭 果然人不乳华 华自乳 这年头光是一瓶水都能乳华了 是说都按照小粉的乳华标准 那哇哈哈其实也乳了 他们上标不一样也有红点吗 还有华为应该也算是乳华了 硬要瞎扯的话 一样可以说有旭日期跟富士山 墙内爱喝的茅台酒 由上往下看也乳了 中国红绿灯 这下是不是也该拆了 那不知道大家对于这暖心故事有何看法 欢迎影片下方留言 那今天影片后半段 由于上周提到的 中沛缩转入籍法案 也越来越多人关注到了 所以也花个几分钟 快速替各位更新一下目前进展 本周12号有多个台湾本土社团 集结到立院前抗议 共批国会内的 不知道是国民党党团 还是中国共产党党团 进修法要让中国人 加速取得身份证来抢起人口 那现阶段也有名讲立委黄杰提案说 中沛陆籍 应要宣誓放弃中国公民身份 效忠台湾 也许和外配一样经过考试 此宣誓具法律效力 违反会被注销户籍 这部分我先说我本来的想法 增加宣誓这点我认同 但我觉得光这样还不够 这应该基本的而已 而且后续还发生了另一件事 更加坚定我这想法 什么事我等等会说啊 我先分享我本来的看法 各位想一下 我国都会有些原生的台湾人 被收买成邪共人士了 那光增加宣誓真的就够了吗 而且说到宣誓 台湾官员就职时也是要啊 立委也都宣誓要效忠国家嘛 但有用吗 蓝白提这法案 是在效忠哪个国 还列优先法案在推 这对台湾人有什么好处 增加宣誓就赚具法律效力 也是没解决中沛疫情缩短连接问题 这样实际上中沛还是一样有特权 对其他外籍配偶依然不公平 不过也有看到黄杰后续发文说 这部分尚可讨论 目前是先以宣誓来消除对中沛入籍 但保有中国国籍的疑虑 但不需要讨论吧 还是说还需要更多民意支持 上周影片提到的连署 已经有超过10万人反对缩短年限 这样很有底气了啦 希望民进党硬起来 别被当沙包党了 时空背景不同了 中共以前跟现在对台的态度也不同 一清跟年限这部分怎么提案 答案很明显 顺从民意就行 既然都说要主张平等无特权 那一视同仁就好 中沛外配都一样嘛 而且中沛自己都不敢跟中共政府讨价还价了 还有中共国家情报法在约束中沛 关键时 中沛都是被中共威逼利用的对象 中沛焦虑嘱咐都被迫示范了 我后来想想真要保护爱台湾的中沛啊 其实最好连投票权都不要给 人家是嫁娶来台湾生活的 情况特殊嘛 而他祖国是独裁党国体制 还是对台湾意图不轨的敌国 会每天派军机在那边绕台的 你给他选票等于变相在搞他 那以上是我个人原先的想法 就在我觉得只增加宣誓还不够的同时 马上就有中沛团体跳出来质疑表示 说要求中沛宣誓效忠台湾是在打压他们 又要宣誓那为什么现在要宣誓 我们大家都是中国人 好 环节为什么要这样打压我们 我实在是不懂 我请为香港的朋友帮我说句话 我和你都是中国人 对亚洲人都是游戏 你自己是中国人啊 然后不好意思 你们北是台湾人了 中国人你自己做就好了 也顺带提醒一下 真正的中国人是没有选票的 你要当就应该当个彻底 而且我不觉得这些人有资格代表 受中沛 还中沛团体代表 你只能代表你自己 如同我现在说话也是代表我自己而已 就这件事加深了我的想法 只增加要求中沛宣誓是不够的 今天只是请他宣誓一下 都说是在打压了 你想拿我国身份证 连宣誓效忠都不敢讲 典型的墙内粉红思维 不敢谈违背中共宣传口径以外的事 另外大家注意钢纳新闻画面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示范了 什么叫做从内部扰乱台湾 为何我这么说 因为除了那位中沛发言之外 刚站在那位中沛旁边的人叫游志斌 我本来是不认识的人 但不查不知道 一查吓一跳 这位阿兵就是中国一亲来台者 然后从政的 是不是正好示范了 当你给一些别有居心的中沛 不敢宣誓的中沛 一亲来台 最终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一边拿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一边在台湾生活 骂台湾民权政府 还能担任桃源市长张善政的市政顾问 这个人怎么不回去墙内骂看看中共政府 不然你也去中南海政门 或北京天安门广场举牌试试 你牌子可以什么都不写 让你举白牌就好 从牌子举起来开始倒数三分钟 时间到你还能站着举牌 人没被中共官安压在地上就算我输了 如果他是真心想为宗沛权益发声 那其实可以藉由他的身份来做出一些更好的示范 好好沟通降低台湾人的顾虑 但偏偏连宣誓都不敢讲 还在那边抗议 这些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到 你叫白人怎么相信你咧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多少 今天如果不是他刚好站在那边 还穿有名字的背心 我也不会想说顺便查一下 若还有观众有知道有哪些类似案例 也欢迎留言分享 那藉由这事件 各位应该能理解 为何我刚说只增加宣誓是不够的 台湾内部乱这么久 没办法枪口一次都会来 真的不是没原因的 现在蓝白还要加速推测法案来洗 过分 不知道各位对这部分有了看法 欢迎留言分享 这次我会继续关注 有新的消息会在整理分享给各位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 我是波动王 喜欢我的影片请帮我按赞加订阅 也欢迎加入我youtube朋友会员 支持这个单元 那我们下支影片见 拜拜